习近平17号主持中央财经委员会会议时 强调加强对高收入群的规范和调节 第二天 腾讯公司宣布将投入500亿元人民币 执行共同富裕专项计划 财经评论人士秦鹏分析 中共提出的共同富裕 其实就是公开要求富人破财免灾 马化堂们在中共高层有人 可能了解背后的内情 所以第一个站出来表态 秦鹏说 以前跟地方政府关系不太好的 比如孙大吴等人 即使破财也不一定能免灾 习近平也说了 不听话的企业就会被合理调节高收入和取缔非法收入 说白了 就是富人不主动把钱交出来 那中共就会来帮你调节收入 甚至把你的财富定性为非法收入 就可以全部收缴重工了 谭浩认为 这是典型的国际民退 中共要宰杀企业了 所以在这项消息公布之后 腾讯火速表态捐出500亿人民币资助共同富裕政策 这表明腾讯的政治觉悟相当敏锐 也表明腾讯知道自己正处在随时可能被整肃的生死危机 所以赶紧交保护费 先保住自己的一条命 近来 腾讯接连遭官方监管施压 先是收购案被指违反反垄断法遭处罚 随后 腾讯旗下的音乐服务被要求放弃独家版权 近期 腾讯旗下的游戏《王者荣耀》 也被批评是精神鸦片 腾讯4月曾宣布首期投入500亿元 用于可持续社会价值创新 截至目前 腾讯已投入1000亿元资金 新唐人记者李韵 刘芳采访报道